台新闻的独家报道 小黄司机载客纠纷 竟然在街上大打出手 台北市运名邹幸运奖 在上个月在KTV前 疑似是插队载客 引发了另外一名陈信司机的不满 双方发声口角之后大打出手 邹幸运奖甚至是跑回车上 拿球棒出来想要教训对方 那么陈信司机也不甘示弱 立刻拿起路边的垃圾桶反抗 当街就这样上演全武行 把民众吓坏 人行道上两名男子起了口角 年轻的邹幸男子动手 推了对方一把还大力挥拳攻击 对方及时跳开才没挨揍 但这一朵让邹幸男子火气更大 立刻跑去车上拿着球棒又追了过来 爱打的男子见状 举起路边的垃圾桶阻挡 双方你来我往当街上演全武行 这可吓坏了路过的民众 但什么原因火气那么大 警方调查原来双方都是小黄司机 当天在KTV前面要载客人 但是其中一方认为 对方插了队要抢客 所以才会在人行道上大打出手 事发在台北市一间KTV前 原来爱打的诚信司机 怀疑邹幸问奖插队 因此要乘客改搭排班计程车 这下却惹火了邹幸问奖 两人拳脚相向 都被依社维法开罚5000元 事后也都互相提告伤害 只是拿球棒的邹幸问奖 打人已经不是第一次 2011年12月 这名邹幸问奖 才因为车子问题和知名的女DJ 发生口角 他一时气不过将对方拖下车痛殴 这回又爆发类似事件 他低调不愿多谈 在客纠纷演变成全武航 还闹上警局为自己留下案底 这下可是真的得不偿失 最终长叶玲帆台北报导 这个很赵的 这个小博体 怎么回事 这次伤票 效果